炎炎夏日高温酷暑真的熱到讓人受不了 台中有民眾發起了水上嘉年華活動 在超過千坪的腹地打造著七大氣墊水上裝置 像是有滑水道還有水上闖關 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們一塊來消暑 小朋友從滑水道一流而下 見起大片水花 從頭到尾濕透透超清涼 出發了 好 放不去 還有人自備湧圈在湧池內飄瓦飄 消暑又刺激 重頭戲是這座將近四十公尺的滑水道 讓大人小孩都欲罢不能 玩 玩第幾次啊 第二次 還要再玩嗎 會 有 陽很多了 很亮 高温酷暑真的讓人熱到洞尾雕 台中有民眾發起水上嘉年華活動 利用一千七百坪腹地 放置七座氣墊水上裝置 像是滑梯組 滑水道還有水上闖關 讓民眾清涼消暑 天氣這麼熱 很多小朋友其實都沒有地方可以玩水 那很多地方 比如說宜蘭水裡都有一個玩水節 我們就想說我們自己來用一個讓小朋友可以玩 執行長說 預估平日人潮破百 假日渴望超過千人 消暑勝地再加一讓親子小小暑氣 記者王文斐張一智 劉建宜 SNG小組 台中報導